来看看新闻网 告别综艺节目 我爱及歌词 中国梦想秀后 离开老冬家后的朱丹 转头新归宿 主持全新节目势不可挡 正如节目名称那样 新节目已经播出 便收拾飘红 于是乎外界纷纷猜测 朱丹很有可能 借此机会 成为新冬家的当红衣姐 不过对于这个说法 出席新节目记者会时 朱丹显得十分低调 没有没有没有 我完全没有那么想 而且谁做都挺好的 反正一定不是我 离开老冬家后 朱丹近期的事业发展 可谓全面开花 除了各档电视节目的 主持工作 六月中旬 他还隆重推出了 自己的新书《放梦快乐》 首度披露了生活中 许多不为人知的 心酸又温馨的故事 配合眼下的跳槽热点 新书推出的时机 恰到好处 我就是被编辑催的时候 还是挺不好意思的 特别是一边边改 但是因为有很多文字 在三年前时候写的 后来是被经纪人说 你要不换种方式 因为我那时候 不想出传记嘛 所以后来才改的 不过新节目的新身份 也意味着新的挑战 从传出跳槽消息到现在 围绕在朱丹身上的 各种传闻可谓沸沸扬扬 几乎将这个女孩击垮 比如从南方转战北京后 主持了十多年节目的朱丹 居然被观众质疑 普通话港台腔 因为我说春妮 我们那是按春妮 对 这儿是春妮 然后于是我在读 下面稿子的时候 结果来了王志文 我助理说王志文不能儿化 我说凭什么春妮就儿化了 王志文就不能儿化呀 再比如刚挥手告别老冬家时 朱丹还被传 与中国梦想秀的嘉宾周立波闹不合 而这则消息在一夜之间 也成为外界认定 他之所以辞职的最大原因 强大的舆论压力 让朱丹几乎喘不过气 时隔多日 他终于向外界袒露心声 其实我和周立波真的不熟 说真的就像他自己也说的 我们俩不熟 我们俩只吃过一次饭 就吃了那么一次会 我还提前走了 我那个时候也特别不希望说 因为我还给他发过短信 我说不好意思 在这个时候我选择辞职了 我说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困扰 特别不好意思 但我没有想到 大家怎么放的点 全部会放在我跟周立波身上 还挺无奈的 我们俩都没有什么太大交集 虽说朱丹和周立波的关系 没有到亲密无间的地步 但也不至于 像外界所说的那般水火不容 按照朱丹的说法 他和周立波没有合过 所以也就不存在不合之说 他挺敬业的 因为一个人 但他是一直一个人 站那边站11个小时 所以我每次都会结识 都会给他发一个不合 确实辛苦你了 所以我们的仅此而已 所以合于不合 我们没有合过 所以也没有不合之说 朱丹的坦荡 让所有有关他和周立波 闹不合的争议烟消云散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朱丹为何不再闹不合 传闻出了的第一时间澄清 反而拖到签约新东驾驶 再翻旧账 各种原因不由分说 事实上成名至今 主持人朱丹从来不乏话题 与前夫离婚后 2008年朱丹被目睹 与台湾地区歌手桃哲 亲密牵手游玩西湖 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 胜似情侣 借这组照片公开后 有关朱丹和陶哲的相恋的 进一步消息便销声匿迹 两年后 朱丹再传绯闻 而这次的男主角 是太和麦田的掌门人宋柯 据之前人士透露 朱丹生日当天 宋柯不仅送花送礼物 还全程以男主人身份 在朱丹的生日派对上款待来宾 其间两人深情相拥 并手牵手在派对现场走动 在当时据东方早报报道 宋柯甚至已经与朱丹 一同在美国洛杉矶购置房产 不过对于这些说法 朱丹的态度时而暧昧 时而坚决 让人捉摸不透 因为宋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所以我不能说 这个事情很奇怪 那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对象 你是宋柯吗 有何事的人是谁呢 我不会告诉你的 我不告诉你 在娱乐圈的十年风风雨雨 朱丹早已练就一身硬功夫 来面对所有的质疑 但冷静坚强如朱丹 在跳槽后 遭遇排山倒海般的负面新闻时 也有崩溃的时候 比如相依为命的母亲 就是她的命门 我妈哭得可厉害了 因为她也很担心我会不适应 而且会没有 说真的身后 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单位 来照顾你了 妈妈会很担心 其实这种 会比起压力 会很多 还好我还挺强大的 所以大不了就哭一场呗 昨天给哭猛了 因为最近真的是 纷纷扰扰太多太多的压力了 包括新节目 确实压力也很大 而长期的紧张工作 也曾让她的精神极度崩溃 那天我练了好多 一定能特别顺地完成 但那一天 我不管怎么调整 两遍之后 我还是没说对 我突然跟疯了一样 因为我戴了假发 我就跟傻子一样 就哇 揪掉 我说不干了 我再也不干了 我就跟疯了一样 在那咆哮 时过境迁 如今的猪丹依旧笑盈盈地 站在观众面前 话题也好 争议也罢 都已经成为猪丹 履历表上不可抹去的一笔 而这位话题女主持 还将带着争议 继续走下去 新欲乐再线 跟合吧